来,我上 来,来,来,来 主公 来,来,来 主公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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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我老家室床的 哎,妈呀,真,哪里呀 南充啊,你看我车牌呀,充二呀 我们家一嘛,我们看你后面 你南充哪个地方 南充家里去的 你说是南部线家里去吗 南充是的 我南充是家里去啊 哎,妈,我南充南部 是吗,老乡,老乡,老乡 他跳哪个 车子后面别来了 很有缘啊,这大概也是南充人 南充南部的 南充南部的啊 家里我知道吧,我们去南充都要进到家里 哎,别动 过来,过来,过来 大伯爷 他流贵啊,长这么大 还要长 我伯爷现在在抢人家狗粮吃 要不真的卖了个小妈 哈哈,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啊 我养了这么久 他这样子寄托个两年嘛 等你回来我们再 再来我们下个威信嘛 你怕会丢了,不会丢的 那不可以的 我怕,怕几点疯嘛 他这个狗拿好了 我想接他这个狗用几点 你出来多久了呀 我出来一年半了,去年3月10号的 去年3月10号出来到现在 对啊 一年多时间了 你说路线是哪些呀 啊,路线 路线我先去北京 北京 哈尔滨 再去冰南丽江土城 再到西藏 那这么一下走了是 一万二,走完就一万二到西藏拉撒 到拉撒就停止了吗 不停止,还有两年 还有两年 还是脱步 你是打算说黄中国吗 用脚占凉中国还是 以下后来有规划了 不会那么乱走了 我后来打算走一次沿海 沿海 沿中国的海边走一次 沿中国的就是边境线走一次嘛 沿海嘛,海边嘛 沿海就是边境线嘛 边境线对啊 就是福建广东,浙江那边 有可能对对对对 那你从出发的时候就退这只车 还是后面再改造的 组装是一次,主车全是一个 实际这点改变 以下是这一对式的那个改变 后面也没从来没动过 轮子换了十多回了 我能慢慢的问一下 你手臂是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因为意外吗 打工,打工的时候 那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四十七了 四十七,我都快打一个来一回 你人生已经过半了 那你怎么会想着说这么走一下呢 哎呀,这里面故事太多了 一两句讲不完,都是有故事的 他们有人说过吗 在山下拔的人 大部分是有故事 我还是很相信的 对,我也遇到有很多有故事的人 比如说,思念啊,情感啊 受到一点小挫子呀 他都想来挑战一下自我 其实对我而言 更多的是,还是挑战自己 我刚开始的时候 觉得自己很不行 连北京都走不了 毕竟那边路好走嘛 后来他们说西藏很难 我又想挑战一只西藏 说西藏的话 在这次西藏之旅 很心酸的 很辛苦 我都不用辛苦两个字了 行 我早就改词了 心酸 累都流完了 没眼泪了 但是我收获了 别人不能收获的东西 就是在路上遇到更多的好心 大过大姐 他是发誓内心那一瞬间欣赏你 帮助你 那一刻是这一辈子都忘记不了的 这是最感动的 比如说我们在路上拉车最难的时候 他们会很坚强 他们一句鼓励的话 或者是一瓶水 都会给你很大的信心 对 把你充满了力量 就你会发现这个人世间呢 还是充满爱的 那你平时吃饭呢 我都是吃 我以前有厨糙 现在没有了 现在都吃 扔了 你可以弄个小型的那种小炉子 小型买个三次 怎么说呢 我打算走南方的时候再说 买个简单一点的 就是那种瓦斯路卡斯路 那种很轻的 就是饿了有时候停下来 静静的在那烧一顿饭 体验生活 但是现在在西藏 不打算了 那你现在就是吃点干粮 吃点干粮 一般的一天能吃上一顿饭 再懒的时候一天能碰上一顿饭 我怎么说呢 二三不管怎么样 就是怕这个破不行了 走平路还是能干 那你自己想不想做饭吗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意义做饭吗 做饭是没有问题 也许是刚开始出了吧 没人跟你懂你 没人跟你聊天 就不想做做的就那么意义 但是做饭还是有有麻烦的 比如说买米啊 垢粮啊 卖水啊 拉水啊 因为我洗东西 我一个讲一个洁癖 洗东西我很费水 啊对 我一般的不像别人 有人他们徒步 现在也学会了一点点吗 比如说洗碗都不用水 你自己啥 我一个洁癖就是用水很厉害 最起码二十年水 要煮一顿好吃的话 二十年水拿不下来 如果你需要炉子的话 我这有个炉子可以给你 但是柴火炉 柴火炉 柴火炉 就需要烧柴 不用不用 很方便 真的在别人想帮你的时候 他不是一定要马上去回报 或者怎么样 最少你要懂得感恩的 对 要记住这一份情意 所以说我失去了一次很大很大的机会 我都不透明了 广东有个两个大广 他是发自内心想帮我 想我以后的生活过得很 就是一般般 就是有一颗温饱饭吃 不要这样漂泊在外面 其实到现在我还很后悔 他开的是很贵的车子 骑着那个自行车旅行 他骑到我身边的时候 有一个老老国是成都的 他说来来来来 给兄弟站住一点 所以自己心意 那是我最失败一次 你知道别人站住多少吗 我都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 是最多的一次 后来他留了微博把我的世界 全部放在他的微博里面了 你是觉得 你觉得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吗 还是自己没联系 没联系 不懂得感恩 当他把这笔钱占过的时候 你跟我加起商量了吗 我说他是不是搞错了 后来他真不是搞错是故意的 第二天早上他又跟我见面了 他跟我留了张影 我没留他的 他跟我站住走在身边了 我都没有勇气 面对大哥 你怎么会这样推我 我都没有勇气 这一颜舵徒步是最失败的一次 就是你收了人家的一个捐助吗 是吧 但是你没有觉得 你觉得受众有愧 你觉得自己可能不太配 没有勇气去面对感谢 发自内心的去抢这次感谢 所以说我们做一个人 不管是徒步这样好 生活上最重要的还是懂得感恩 对真的 哪怕就是敌水之恩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反正在我们当今这个中国的社会当中 我觉得做些有意义 如果有一天 我有一个好的温饱了 我也想去 我也想 下半辈子不管家里了 就一个老母亲帮她送到归山 剩下的事情 全部去做一些有意义 有慈善的事情 如果有机会 我前面遇到一个朋友 他也在做老年人 跟了儿童 哪怕我就是没有能力 没有经济能力 我愿意参与当中进去 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也许才是我这两三年徒步的 这两半年的 生活 哪怕我就是没钱 我能站在他们的骨头想问他 你都觉得很玩 我觉得这次徒步 你可能收获了就是这点 很多很多 刚刚你说很辛苦 我都不用辛苦来洗手 不用心酸 有时候 我刚从广播出发到北京的时候 我也是拿着这么一个车 拿收拾 靠近378 他那个轮子不是一个带气的轮子 很重的 就比现在那些还要重 我有时候回过头来看直播间 一过程都没有 这大哥特别喜欢我家狗子 想让我付购给他拉车 但是我怎么会舍得付购呢 难得遇到老乡 大哥非要请我吃饭 那不行啊 那要请吃饭也是我请他呀 所以我们现在决定他坐我的车 去卢篮 吃完饭之后 他再回来拿车 我们这样离卢篮 反正的话也就10来公里啊 他现在把一些东西晒一下 下雨了嘛 他的一些帐篷啊 被子都湿了 所以他先拿出来晒一下 放在这里 然后等下坐我的小三轮去卢篮 吃了饭之后再过来拿 里面都是湿掉的 好好晒一下 我这个车等会儿去干了 好的 我这个车等下要怎么做 他有一条狗 我也有一条狗 他坐在这怎么做呢 只有想想办法了 快别请我坐在这 乖乖乖乖 乖乖乖 两个一次的 好吗 我这个姿势不错哈 坐这里的你看 我到这里 到达我曾姐的石沟庄园了 但是他现在在内地 也不在 然后请大哥吃个饭吧 好我们走吧 去吧 这里的 曾姐对我们特别好 今天他不在 给我们整了石锅鸡 然后人挺多的 现在他们都吃完了 这种鸡骨头都不是很大 他吃应该没有问题 之前巧克力也遇见过他的 他应该还记得吧 赶紧吃赶紧吃 辛苦了辛苦了你路上 多吃点啊 快点过来 大哥非要去付钱 拉都拉不过来 他不会收你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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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过来 你过来 你别这样子 手机摔坏了 你看吧 快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吃饭 你别拉 快点快点我拉不过来你吗 哎呀你别这样子 你真 你咋这样子呢 你最讨论吃饭 你不用那跟我讨论我姐 你不要开的 你要我开的